2019年底 浙江宁海县委 决定把葛家村经验 带到对口扶贫24年的 贵州省秦龙县 2020年4月 由陈云松负责 先到定汪做实地调研 那么这个村民 帮助村民进行艺术改造 我们之前也没做过这个模式 我们要把这个模式 输送到另外一个村庄 并且这么远 要跨越两千多公里之外 这个当时的时候 心里是没有底的 结束了对定汪村调研 陈云松回到银海后 做了一系列方案 其中第一件事 就是邀请包括王志兰 罗云在内的十位定汪村民 组团到葛家村来参观交流 学习培训 向他们介绍 艺术振兴乡村的理念 这些东西勾起来的 这个汁啊 这个汁啊 首先把上面那个瓶水淡瓶 然后呢 把底下淡瓶 弄不住 布衣族的鸟儿飞越千山万水 停在了葛家村的桂花树上 曾经听起来 那么遥不可及的艺术 将两个相隔两千多公里的村庄 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可能有什么东西 如果我看着你 就会帮你 我看着你 你怎么看着你 你怎么看着你 我看着你